原标题严亚伦哭诉曾遭校园霸凌,曾想过,要结束自己严亚伦自暴,曾遭校园霸凌搜狐于乐讯近日。 严亚伦在出席反霸凌活动时,自暴在中学层被霸凌三年,铅笔盒里背到条A5,书包被得垃圾桶,让他觉得那段时期是生不如死的炼狱,他也曾因性向原因与家庭关系,挣扎当时主动寻求心理医生,甚至一度有忧郁倾向,最后靠自身力量才走出来。 随后,严亚伦接受专访时,提到遭受霸凌的那段时间十分压抑,想要结束自己的念头,是很可怕的严亚伦哭诉曾想过,要结束自己严亚伦表示,直到出社会后,总共花了七年以上时间,才放下仇恨,有阵子不愿意和中学同学往来。 后来,偶尔会碰到已经放下时间是非常好的药,他也因曾被霸凌产生很强的心理防卫机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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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